中国南方的第一大河 猪江三角洲 几千年来 猪江是南岳的地理图腾 也是一亿多人口 锐意奋进的精神象征 更是数千种 记录在侧动植物 一样生息的摇篮 李杰 猪江水产研究所 渔业资源生态研究室副主任 主要从事渔业资源保护研究工作 为猪江增殖放流 制定科学计划 广东正着力保护 猪江丰富的生态资源 建设好绿美广东 沿江而上 来到猪江流域的主干流之一 北江的发源地 绵延的苍翠中 孕育着和恐龙同时带的古老物种 大泥 这里是连南大泥省级自然保护区 溪水自高山深渐而下 经千回百转 最终溃入猪江 保护区所在的越北山区 是中国原生大泥分布的最南界 也是迄今广东省唯一能见到 野生大泥的分布点 高覆盖率的森林 达国家一类水质标准的 充沛水资源 无疑是大泥的 世外桃源 近年来 保护区在万坑河段 进行大泥种群重建工作 巡护员郑宙搜2008年开始 在保护区负责日常巡护 宣教和照顾仿生太迟的大泥 在这片山林里 一扎根就是十余一年 我也不知道怎么会那么喜欢 这个蛙蛙鱼 从见到蛙蛙鱼的那一天起 因为我觉得它是很可爱 我有那种守护蛙蛙鱼的 高度的责任感 白天 大泥继续在水中沿冻 作为夜行性动物 夜晚才是他们的主场 郑寿松和搭档的手电筒 划破连南大泥省集自然保护区里 浓郁的夜色 进入发现的野生大泥 是他们工作的一部分 但要发现大泥并非意识 他们常常躲在水流回游处的深潭洞穴 浴光则会躲向洞穴的更深处 就把那个盐就搅拢一下 即便是在保护区的野外种群种园繁殖基地 也只有等到夜晚喂食时 我们才有机会一堵大泥风采 我们放那些活体的那些鱼苗 一定要放之前 一定要用高宝松解和盐 去消毒一下它 就震它五六分钟之后 你才可以放到蛙蛙蛙池里喂它们 为了保持大泥的野性 提升大泥的捕食能力 条件允许时 巡护员会购买活体的泥丘鱼苗头喂 有时不得不喂鱼肉时 也会将鱼肉放在远离大泥的地方 鼓励它们自主寻找食物 仿生太迟只是大泥的暂住地 它们的最终归属是大自然 在流溪的抚摸下 一条大泥正享受它的赏物 林荫与时间沟壑 为它提供了一片天然的庇护所 直到两个不速之刻的到来 打扰了它的美好时光 在远离大泥的地方 这一条大泥都被植入了芯片 有自己特有的编号 记录了它们的放流年份和初始状况 在2020年 大泥首次实现 无任何人工生理辅助条件下的自然繁殖 北江顺流而下 与西江隋江在佛山市三水区交汇 距离交汇处约40公里 珠江水产研究所与球权波合作的繁育保护基地内 生活着一种其貌不扬却兵临灭绝的国家一级重点水生野生保护动物 圆 野生园的踪迹显有发现 在全国 人工养护成体猿仅有13只 在这个基地中 猿种群延续的重担落在两对30灵的猿身上 这两对猿潜藏在基地中一米深的水池中 5月中旬 广东夏日的温热开始逼近 随着气温的升高 母源上岸沉暖的时节即将来临 今年第一期圣诞还是有点辛苦 先到第二期圣诞就很快 5月19号 母源产下今年第一批卵 共29枚 自2015年起 珠江水产研究所洪孝友博士 在这儿开展原人工孵化 繁育 养殖 野化等科学研究 每年首批卵往往数量较少 受精质量也会相对低一些 这批卵中 目前仅发现三枚成功受精 但母源的产卵期会一直延续到8月 随着气温的上升 卵的数量和质量也会提高 现在我们这个基地的繁育的 都是那两公两母的后代 只一代个体 现在从2015年的苗到2021年苗 现在总共有900多只 两个母本 它的整体的繁育情况还是比较稳定 每年基本上每一只母本 它产4到6窝 这样下来每一年都有9到11窝 每一窝平均40枚蛋 我们每年基本上能出150只苗以上 平日里 球权波照顾园的饮食起居 一岁左右的幼园养在温室中 大一些的园养在大池子里 2022年5月 科研人员在潭里水库捕获两只猿 交予球权波 经扫描芯片 这正是2020年原野化适应性保护活动时 也放的猿 两年的野外生活 他们分别增重约两倍 适应情况良好 测量完相关数据后 众人将这两只回补的猿 送回到潭里水库的怀抱 科研人员对野化的猿 进行跟踪研究 将帮助人们更好地了解 猿野外生活习性 为恢复猿在自然条件下的繁殖生存能力 进行探索 猪江分东西门八大口门 奔腾入海 育育出了一群独一无二的猪江生灵 这片咸淡水交汇水域 是海上国宝中华白海豚喜好的圣经 大约一千头中华白海豚 起居在此 猪江口中华白海豚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位于猪江口北端 属猪海市水域范围内 保护区管理局技术科科长陈希 常年负责保护区内的监测工作 在港中澳大桥的南面 陈希发现了中华白海豚的身影 她抓紧拍下了照片 幼年的中华白海豚呈灰色 随着年龄的推移 它们的体色越来越浅 成年的中华白海豚呈粉红色 它们偏爱小群体活动 长长三五成群觅食 珠江口环绕着数座大都市 航运发达 经济活动频繁 保护区内近于 在生态保护和城市建设的平衡中 为中华白海豚在繁忙的海域中 提供了一片家园 全中国的数量大概就在四千多桶吧 就对一个物种来说 这是一个很少的一个数量 特别是珠江口这边这个种族 它是全国在全球数量最多的一个群体 回到办公室 陈希的重要工作之一 就是将照片备份 这些照片会给白海豚的数量调查 提供重要信息 就跟人脸识别一样 我们拍到海豚的背 那个就跟我们的脸一样 就能识别出这头海豚 它跟别的不一样 然后给它一个编号 一头一头去数 我们现在数到现在有 数了2386头中华白海豚 看到这个正在施工的那边 是我们的考育基地建设 到时候会建成有研究中心 还有一些客户场所 另外还有一些金屯救护的场地 包括基地里面打造一个全国 具有释放性的中华白海豚的 科普园区 科普经地 然后预计吧 预计今年6月底 会向公众免费开放 生物的保护工作 同样需要民间力量的参与 当保护区发现需要救护的白海豚 作为拥有海豚日常保育丰富经验的 珠海长龙海洋王国的专家团队 关键时刻 他们能够提供救助的人力和技术 海洋王国目前生活着 数头中华白海豚 包括桃桃 安安和宝华 全天24小时都有专人职守看护 保育员每天需要花费大量时间 进行饵料的制作 除了优质的鱼类 保育员还会制作鱼胶粉和水 混合而成的果冻 给白海豚补充出冰鲜鱼来源外 更多的水分 保育池里 保育员已经在等待他的午餐 保育员的话 每天都小心翼翼地呵护着他们 每天我们是分为四餐 从早上的11点 9点 然后下午的2点 4点半进行投胃 喂餐食 徐忠祥会对保育的行为健康 进行评估 在保华完成一些医疗体检动作后 会给他鼓励 渐渐与他建立沟通方式和良好关系 海豚的话对我来说 它是性格比较亲近于我们人类的 然后平常的一个性格活泼开朗 也是比较容易跟家里面小朋友一样 珠江口既是咸淡水较杂地带 也是自然与工业城市最为亲近的气息之所 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正不遗余力地给这群海洋精灵 释放最大的山洋 让他们随性遗佑 上诉驱水之源 下潭南海之冰 与之相连的威仪河脉 承接起了这间珠水林 每位保育工作者的四季轮回 同居江畔的人们 在追寻向往生活的每时每刻 没有忘记为所有的野性邻居 筑起一片天地 河海和山林 繁衍生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受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